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才能有效率的練習呢? 很多時候呢 可能一個句子 甚至它是一整首曲子 假設它這麼長好了 真正有問題的地方可能發生在這裡 例如說你的手指會卡住啊 或者是說耳音吹不出來低音下不去 但是呢 往往我們會覺得整句吹 感覺比較有趣 所以就會從這邊開始 一直吹吹到這裡 啊!卡住了 從這邊再吹一次 卡住了 再吹又卡住了 所以呢 沒有問題的地方我們會練非常多次 可是最終有問題的這個地方 它反而練的是比較少 所以我會建議啊 當我們在練一些比較難的句子的時候呢 應該針對這個卡住的點 把它解決了之後呢 又或者說整句裡面 有兩個點容易卡住 我們應該是重複這邊練十次 這邊練十次 最終呢 我們再把整句 一整句的把它完成 這樣才能做一個有效率的練習 否則呢 當你難的地方 練的次數 甚至比我剛剛講的 前面這段 簡單的地方練得還少 所以我常看很多人練習的時候 他一直在重複簡單的地方 但是最需要練的地方呢 他卻 嗯 根本就沒吹幾次 那當然練習就會變得非常沒有效率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重要 在這邊跟大家做個分享 我跟你講 在那邊 什麼時候 這個